看到于谦这个名字,小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说相上的,每次都能够把人斗得开怀大笑的人物。 不过我们需要知道的是,在历史上,也有一个叫于谦的人物存在的,而且还是明朝的第一忠臣。 可惜的是最后死得很惨,竟然是被冤死的。 于谦从小至向高远,把文天祥当作是自己的偶像。 明显可以看出这种人,肯定是把报国当作是自己一生的目标的,一生也是围观清廉,备受百姓的爱戴,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人。 但是他还是坚持住自己的原则,不为权贵而折腰。 比如上京奏事的时候,人人都会代理贿赂掌权的王震。 于谦却特立独行,被王震害得在监狱中待了三个月之后,他也是对王震无所畏惧。 不过,比起于谦,王震才是更讨皇帝朱祁镇喜欢的。 所以在于谦等人劝朱祁镇不要亲政的时候,朱祁镇选择听从王震的建议,导致朱祁镇自己被俘虏了。 朝堂上下也都是极为的不安。 于谦就选择立排众议,将朱祁镇的弟弟朱祁裕,扶上了帝位。 只为安抚朝纲,毕竟他一向秉持的就是设计为重,君为星。 值得一说的是,他并没有放弃救回朱祁镇,历经屠治,真的将朱祁镇救了回来。 然而这也造就了于谦悲惨的命运,因为朱祁镇后来又把朱祁日的皇位抢了回来。 于谦则被作为谋逆之臣,被皇帝给赐死了。 其实,深究内阴,明显可以看出,于谦,就是为了救国于危难之中啊。 所以刽子守在杀于谦之后,才会选择自尽陪死。 至于锦衣卫为什么会含泪抄家? 其实就是因为于谦一生清廉,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抄的, 却落得如此下场,内心是很惋惜的。 当然,以上偏向于小编的个人意见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评论。